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夏主委 令狐政次 各位首長 麻煩我請夏主委 主委 你待會公佈的是閉門會議裡面 馬總統的發言 我們現在不叫閉門會 它是一個會前的聲明 正式的會議 我們不能公佈習近平先生的發言 因為基於國際的禮儀 基於國際的互動 沒有錯吧 是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不是因為我們不敢公佈 或者是刻意不公佈 而是因為全世界的 不管是國家或國際領袖的會面 他們的私下的討論的東西 沒有基於對方的同意或者尊重 或者是他要公佈是由他們自己公佈 他們自己公佈 對 沒有錯吧 那你知道習近平先生會公佈嗎 我不曉得 你們有沒有事前問過他這個問題 我沒有問 好 第二個我想講的就是 其實這一次的馬錫會 本身這所有的過程 就是見證了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如果這個不是各自表述的話 那怎麼會互相承認是兩岸領導人呢 如果不是各自表述的話 怎麼會再選擇在新加坡這個第三國呢 如果不是各自表述的話 怎麼會我們的國旗都可以 我們的總統都可以在記者會當中 完全表達出來中華民國的國旗 表達總統的立場 然後在會後的記者會當中 然後甚至連央視的新聞報導當中 都出現了我們中華民國國旗 所以其實主委我是想建議你 就是說以後再論述這一塊的時候 這一次就是馬錫會用行動證實了 九二公式 證實了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第二個我要講就是說 民進黨現在反對一個中國 包含蔡英文主席 那其實主委 你知不知道 這是民國89年 陳水扁總統的時候 當時他的第一任陸委會主委 蔡英文在立法院 當年第89年41期 院會的記錄 當時執行的這個委員 陳超明委員 現在還在我們內政委員會 所以蔡英文主任委員 當時是您這個角色 立委會角色 這一段主委您知道嗎 他在立法院的正式記錄是說 我們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是在1992年所談的過程 在我們的立場是各自表述 一個中國 那陳超明問他就說 就是說中國大陸講的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台灣就說 我們是中華民國 是嗎 蔡英文主委說 對 因為憲法上是講中華民國 所以請問主委 當年的您前任的蔡英文主委 所講的這一段 跟我們今天所講的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請問有沒有不同 沒有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吧 所以今天就換了屁股換老袋 是因為角色不一樣嗎 所以我今天特別提這一段 我是要表達一個東西 就是說 因為蔡英文主席講說 這一次的馬席會 是用一個中國的政治框架 來框線了我們台灣 請問主委你同意嗎 我想我們這一次是用這個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這個政治基礎 之上我們才會會面 同樣我們在裡面還是堅持我們原來原則 我們的立場到現在沒有任何改變 沒有錯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蔡英文主席所講的 用一個中國來框架框線了台灣 其實本席的解讀就是說 它其實不是一個中國的框架 是用中華民國憲法的框架來規範我們兩岸的關係 這樣才是正確吧 是 主委沒有錯吧 所以基本上 蔡英文當年陸委會的主委所談到的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基本上就是中華民國憲法的框架 是的 這個中華民國憲法的框架 何來會框線我們兩岸關係的抉擇呢 選擇呢 一個中華民國的憲法 本來就是應該我們所有從總統到委員到所有的國人 應該要遵守的 所以主委 我的解讀現在的蔡英文主席 基本上就是反對中華民國憲法 反對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個中國的框架 不然的話他幹嘛要這樣講呢 而且他說你們這一次的馬錫會是傷害了主權 請問你一個中國的政治框架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何來傷害我們的主權 有沒有傷害主權 我們必須說這個蔡英文主席 他也說他是競選中華民國總統 他也會在中華民國的憲政這個基礎上 推動兩岸的關係 沒有錯 所以蔡英文主席到美國去講說 他要維持現狀 就是根據這個中華民國憲法的框架 對不對 就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個中國的框架 只是我們各自表述 他當年自己也承認了也講了 所以如果這幾天 蔡英文主席所講的就是 他反對一個中國的框架的話 那就蔡英文主席就是 就是反對維持現狀嘛 主委我的解讀是這樣 或者蔡英文主席誤解了說 這個一個中國的這個框架是指 他指的可能 談到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框架 那當然不是嘛 應該是我們中華民國 沒有錯 這是我們中華民國憲法的框架 我們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個中國 這個一個中國的中國 我們指的是中華民國的框架 所以他所講的維持現狀 也必須在憲法這個框架 那我不禁就認為 就說他內心裡面的還是台灣獨立嘛 他內心裡面是不承認中華民國的 不過這是他的政治的自由 他可以說一套做一套 但是我要表達一個東西就是 民意現在強烈的支持 馬英九總統到立法院來做 我請報告 主委 你站在你陸委會的一個立場 你贊不贊成總統來 我覺得只要這個立法院如果有邀請 總統已經多次表達 願意在立法院邀請之下 他願意來這邊做報告 我覺得這是他的一個表現 他的一個誠意 今天聯合報的民調 百分之五十三的民眾 贊成馬總統到立法院來 接受民主監督 今天的中國時報 百分之五十八的支持 然後聯合報的民調裡面 還說在泛綠的群眾裡面 居然高達百分之七十三的人 主張馬英九總統 應該到立法院來做自行報告 本席認為 這個就是總統 當時所講到說 如果他跟兩岸領導人見面 他的前提是國家需要 人民支持 國會監督 主委 本席認為這個就是國會監督 這個就是民主監督 對不對 有關總統的規範 是我們憲法的規定 如果今天立法院邀請 總統他已經多次表達願意來 我覺得這是總統他的一個誠意的表現 這要立法院來做這樣一個決定 所以我認為 本席認為 不讓馬英九總統到立法院來做自行報告 就是自我閹割了國會的監督 就是完全 完全挫敗了整個台灣的民主監督的機制 尤其一個總統 他剛建的馬錫會 如果他有講了什麼話 我們再把他請到國會當中來 可以用討論座談的方式 比照國民大會 代表當年的座談模式 都是可以啊 他當然是不能夠尋答 否則的話他違反憲法 違反法律的一個規定 所以本席認為就是說 今天其實我認為 今天的專案報告 謝謝趙偉排這個專案報告 我都排得很好 今天由陸委會 由外交部出面來 面對我們內政委員會的委員 我認為這是國會監督的開始 一個階段 真正的完成應該是 根據立法院之前行使法 第15條第二項的規定 我們提議 然後因為本席是程序委員會的趙偉 明天的程序委員會 就應該要國民黨黨團 應該提出這個意見 我希望民進黨不要反對 我也希望台聯不要反對 一個國民黨籍的總統 自己都願意送上門來 到國會來 而且過去的幾年來 都是民進黨要求馬總統到國會來 所以現在這麼大的事情 所以主委我想 這個部分因為 也不是你的權責 我也不為難你 但是我要請教主委 這一次的馬席會 全世界 抱持批判反對的態度的 除了民進黨以外 在世界各國有沒有 有沒有像民進黨這樣 完全一面倒的否決 完全一面倒說違背民主 出賣尊嚴 傷害台灣的民主 除了台灣的民進黨的 這樣的論述以外 請教主委 你所收集到的資料 全世界各國有沒有從這個角度來論述 就是說要看他後續的結果 看他後續的結果 有極少數 對 所以這一次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裡面 馬總統當時就是謀定後動 就是決定在兩個人見面的時候 在那個會議裡面 才正式提出來 沒有在第一段的正式的發言 請問您的解讀跟您的了解 為什麼不在對媒體的時候 就講出各自表述 我想我們任何的國際會議裡面 或者是雙邊的會議 或者兩岸 我們都希望在開始的時候 要引起一個 營造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氣氛 然後可是正式很嚴肅很坦率的交換意見 是在我們沒有媒體的這個閃光燈之下 我們大家可以很平心盡氣 大家把所有的自己的立場 說得清清楚楚 主委 這一次你們回來之後 您所看到的民調 肯定這次馬習會的民調 本習手上所看得到的資料 大概都是貼近五成 或者五成以上 肯定馬習會 所以我認為這次馬習會 基本上對整個兩岸的和平 對整個台灣 對整個現況是有幫助的 那當然它有沒有影響總統大選 要不要影響總統大選 不是我們這裡討論的重點 但是本習的看法是這樣 對馬英九總統整個的歷史的定位 應該有加分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不是重點 您剛剛特別講說 有哪一個人可以在習近平前面講出中華民國 我跟你說明一下 今年五月四號 我有陪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 到北京跟習近平總書記見面 是政黨的領導人見面 在那一場 朱席會當中 朱立倫就講出中華民國 當然馬總統是以領導人的身份 講出中華民國 那更是民族珍貴 我只是要跟諸位表達 就是說敢講中華民國的朱立倫 還有馬英九 我們都勇敢地講出來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要表達的觀點就是說 就整個互動的發展來講 我覺得蔡英文主席在最近 對馬習會這樣一個批判的態度 我認為對蔡英文的支持度 是會下降的 因為全世界都沒有人 用這個角度來批判啊 只有民進黨啊 而且他違背了當年 他自己所講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啊 是我們在九二年所建立的過程啊 所以我認為 蔡英文主席所立詞的觀點 請問主委 你認為他想法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是選舉的考量 還是真的他完全反對九二共識 你個人看法怎麼樣 我想還是 也許委員去請教蔡主席比較好 你不方便做的啊 好 我最後我二十秒的時間啦 本席是認為這樣一件事情 我想我們也不要去攔力互相批判 但是我覺得最終的一個整合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邀請馬英九總統到國會來 到國會來做國情自問 我們大家來請教馬總統 完成一次國會監督 一次台灣民主的監督 好謝謝夏主委 謝謝 好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盧嘉誠委員質詢 時間十二分鐘 主席 我請夏主委 請夏主委 一下馬錫會 可以說